我告诉你哦 以后你要是想吃此之蒸排骨 在家 你就像我这么做 不仅操作简单 而且能让你做出饭店大厨的口味 不用担心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厨艺的 都能做出来 想不到前面出了此之蒸盒半 火了 今天这个蒸排骨 你照样可以斜得灰 往里面下一大把的面粉 可以有效吸附血水和浴味 点心是情分 不点是本分 不管怎样 感谢你哦 洗出这么多的脏东西 排骨就干净多了 往里面下多一点的蒜末 少许的生姜末 可以去腥 还可以突出蒜香味 加点胡椒粉 再下一包调配好的此之王酱 下一勺玉米淀粉 或者土豆淀粉 可以增加它的滑嫩度 此之王酱的用途很广 可以蒸鸡 蒸鸭 蒸鳞鱼等等 盘中垫炸过的芋头 炸过的比较香 如果不炸也行 全程开大火蒸20分钟 最后葱花红椒末来点缀 再高油温把香味激发出来 排骨表面看上去很光滑 是因为刚才抓过了淀粉 芋头 把底汤完全吸收了 真的很入味 每道菜 我都会讲细节 希望对你有帮助 做得不好 仅供参考